上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 已调整为二级响应机制 3月24日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参与发布会的所有发言人均摘下了口罩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透露 上海适度放开住宅小区入口管理 各小区保留出入口检查点 保留进入人员避测体温的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 各小区可取消入口人员登记 和车辆登记 但是对首次返回小区的来户人员 仍应做好信息登记工作 对过去14天 有重点国家和地区旅居时的 仍应按照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及时报告 严格落实居家隔离等各项健康管理措施 非本小区居民进入小区的 以出示随身码健康绿码作为独行评证 其中快递外卖搬家等 顾留人员和车辆可以进入小区 据悉随着调整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二级响应机制 上海小区内的室外文体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 在做好人员控制 消毒和秩序 一定依法处理 上述要求对中外人士一视同仁 据记上上海在严格落实外防输入要求的前提下 按照适度放开有序放开的基本导向 继续优化调整现行社区防控策略 但是非必要的文化娱乐等聚集性活动仍然暂停